嗨,大家好,波斯姐妹又回来了,中国的冬至马上要到了,你们会吃饺子和汤面。 今天要给你们介绍伊朗一个特别古老的节日,雅德职业。 这个节日在伊朗的日历是秋天最后的一晚上,所以我们会过雅德内。 我们以后要介绍伊朗的日历和其他国家的日历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节日上诞前502年前进到伊朗日历的,今天是一年中最长的黑夜。 伊朗人以前信仰是米特拉教,波斯人的主神是光明之神米特拉。 他今晚到了地上,给很安战斗了,然后他赢了。 这样太阳又出生了。 其实太阳在那个宗教和伊朗古代特别重要。 你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建筑最上面, 还有在伊朗以前的国旗能看到一个很大的太阳。 欧洲人基督教前也过雅德内,大概7天他们有很大的晚会, 但是他们相信基督教以后,他们不过雅德内。 但是如果你们好好看到那个上诞节的活动, 能看出来很多活动和雅德内比较相似。 那么伊朗人怎么过雅德内呢? 那天晚上,我们和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顿好吃的饭。 吃完饭以后,到早晨吃水果,开心果,干果,就很多好吃的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是吃西瓜和石榴。 西瓜现在不在,因为我们的胃有点不舒服,不能冬天吃西瓜。 冬天不太好。 对,就是。但是石榴已经准备好了特别好吃的甜的。 我们爸爸准备的。 很多人会用绿色的和红色的设计价里, 还会穿红色的和绿色的衣服。 买的蛋糕也像西瓜或者石榴的样子。 我们除了吃的,还会做 上那么哼音。 用哈费做的石柬卜,在古代,皇帝家人们今天和普通人一起参加晚会。 点个火,绕着火,吃东西,玩儿。 为什么点火呢? 因为火表示太阳。 那么你们会想,西瓜不是这个季节的。 然后以前人们也没有冰箱。 他们怎么保留西瓜呢? 我来告诉你们。 他们以前把西瓜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都放在地下,好好灌着。 这样保留西瓜还有很多好吃的。 然后今天晚上,他们把那些好吃的东西都放在桌子上,然后一起吃。 雪莉刚才说了,我们今晚吃西瓜和石榴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两个水果是这么重要的? 其实西瓜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意思。 绿色的部分有自然和树木的意思。 红色部分因为很浅,表达开心和快乐的生活。 然后红色和绿色中间有一个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表达核心和安宁。 里面黑色的紫,意思是增加繁殖。 那么石榴的红颜色,对我们伊朗人来说表示太阳。 它就是我们的太阳。 我们为了这个晚上准备了奶酪蛋糕,但是呢,从中午我们开始了,但是呢,现在还没弄好,还要多点待在冰箱里。 那么要是这个蛋糕准备好,我们会分享图片给你们看看。 但是我确定这个蛋糕是特别好吃的。 其实我们每年跟亲戚们,朋友们聚在一起,开玩笑,聊天,都上闹门,唱歌,跳舞,都很开心。 但是因为为了这个门,今天我们没办法只有四个人,一家人都在一起,没办法出门,然后跟其他人开个完会。 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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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里也还好。 不能失敗了。 太啊我会发生了。 我血停在於心裡邊整稱 我喜歡你們的親愛 我溝通過他們的情節 我喜歡你們的期間 我喜歡你這個樣子 你好 你寫了 你好了 我愛你 喜歡我的親愛 我愛你 我是愛你 好的 我愛你 在一跳 我們滿身的 毫無疾 你點 我的愛 当然,我爱你,我爱你 冬至和Yalda Night快乐 你们今天跟我们过了Yalda Night,感觉怎么样? 喜欢我们都市的感觉吗? 那么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给我们点赞 别忘记关注我们 我们每次会拍很多好玩的视频 关于Yalama,Yalama文化,Yalama menu 好的,感谢大家的视频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